知道黄渤不仅是个优秀的演员 而且我看过他主持节目 他是一个极好的 现场反应极佳的节目主持 所以我问过组委会 我说为什么有黄渤在 为什么不让黄渤直接主持多好 组委会的人告诉我说 人家是我们这次的形象大使 那个话语里面透露的就是 怎么能干主持人这样的粗活呢 好吧 但是前不久听说黄渤一直在藏区 做这个公益行动 包括捐助学校 包括一些震灾的行动 海拔特别高 是在玉树那边 然后有比较强烈的高原反应 吸了好几天的氧 然后整个人都浮肿了 但是去熟悉他的人说 他肿和不肿 其实区别不大 现在状况稍微好一点吗 这两天 好多了 但是为他的这种执着和奉献的精神 表示感谢 最重要的一点 作为有强烈高原反应的人 是不能洗澡的 所以直到昨天晚上我得到的最新消息 昨天晚上最新消息是 他已经将近一周没有洗澡 绝对没有夸大 这一点从坐在他身边的人的反应当中 我们是可以得出验证的 江门导演头一直偏向戴老师这边 再次感谢黄博为这一届 提名电影展 好多了 好多了